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星期三的時間呢 國際新聞的時間 雖然現在我們 因為有觀點平台 幾乎每天都會有國際新聞 待會兒呢 邀明葉 楊教授 還會有跟阿亮的這個 明亮看世界 不過呢 在飛碟早餐上 上面來講的固定的欄目的就是 每個星期的會有一天的時間 八點鐘的時段會提供的 比較完整的國際新聞 長時間的 楊教授的那這 二十多年的時間在我的廣播節目 上面的時候呢有名的一直都 都都是那國際新聞的 主要的提供者好了今天呢 楊教授 時間來在在我們的開始 今天的幾個主題包括拜登的競選 連任飲食院的到美國部 不只飲食院 飲食二十四號出發三十號呢 離開美國三十號離開美國之後 又有一個 又有一個的拜登了好朋友要去了 那就是呢小馬可是 我們之前講過就你把韓國 我去年就已經講過 我是天上掉掉了兩個禮物呢 給拜登了他在在第一島鏈上面呢 北邊的撿到了飲食院南邊的 撿到了小馬可是 那因此呢在東北亞在中國呢 中國在在在對外關係當中來講的 最多兩個區塊東北亞跟東南亞 美國各自撕了一個破破口 這個破口對對美國在在 地緣戰略上面來講那個收穫 太太大了天上都掉下來的 那那樣子講可能都是很 概率性的整理過之後的講法 但是你看影視院 興高采烈的帶著老婆去哇 他打藍藍色領帶老婆呢 穿藍色的套裝 那個是下飛機很好看啊那個 那簡直就是要要參加電影影展的感覺 那接下去呢 影視院四月三十號呢離開 但是四月三十號呢小馬可是就出發了 那美國呢 最少從美國的視角來看呢 玩你韓國跟你玩你的菲律賓 是同一套的一些系路啊 基本上他們就是玩給中國看的 這兩個 嗯這就是在我手上玩的 好來在我們現場的 楊明楊教授哎 向龍大家早安 不過楊明楊教授呢 要先跟大家 大家的宣布 就是說呢 國民黨的黨內的出選的 哎 民調什麼時候 十號十一號十二號五月份 五月 禮拜三禮拜四 禮拜五的晚上六點到十點 嗯 住的大安區的朋友 接到電話 唯一支持 我只支持楊永明 可惜我住我住的 那個唐香龍的搭檔楊永明 對可惜我住不起大安區啊 要不然當然是支持楊永明 好了 住的更貴的 好我們大安區的朋友們 大安區的朋友 就是 因為這些聽眾大安區 聽眾很多大安區 聽眾朋友們 那如果接到民調的時候 是唯一支持楊永明 好 來今天呢 我們從來開始 我要啊 我們這樣講拜登呢 對不對 拜登 各位 我我我我看到他那個 大概三分鐘的 競選的影片 宣傳片 對 拜登要競選 這個連任 八十歲 八十歲 他明年選舉的時候 就已經八十一歲 是 明年十一月 他應該是時尚參選的 最最高齡吧 應該是 沒錯沒錯 那也是時尚最高齡的總統 對啊 現在 這也是金世界紀錄 就最少在美國 各位 拜登呢 從一九七二年 當選美國的參議員 到現在做了七任的參議員 兩任的副總統 副總統 還有呢 一任的總統 這個人的這個政治生涯 事實上是 充滿了這種各種的變化 他在之前就選參選過兩次總統 一次是一九八七年 還有一次呢 是一九二零零八年 2008年不是歐巴馬當選總統嗎 沒有錯 他出馬參選之後呢 在第一站 愛歐啊 他就沒有取得這個領先 初選的時候 然後呢 他就宣布退出 宣布退出之後 然後歐巴馬的後來就提名他 就為他的競選搭檔 所以呢 2008年 2012年 他也就選了兩次 就陪了歐巴馬 做了兩次的這個副總統 然後呢 呃 這個整個有一點有一點傳奇哈 那最傳奇的是 他二 一九七三年 剛選上參議員的時候 只有三十歲出頭 那然後呢 就是那個月 嗯 他的太太 叫Nelia 拜登 車禍 車禍 跟他的一個小baby 女兒 當場死亡 那兩個兒子 嗯 就是這個重傷 在醫院 嗯 所以他一度 就想放棄參議員 當然後來還是被人家說服 那他是在醫院裡面 嗯 在他兒子的病床旁邊 嗯 宣誓就職美國的參議員 嗯 那從此之後 他這個七任的參議員 尤其是早期 他兒子還小的時候 嗯 他是每天 他每天在華府跟德拉瓦之間 坐火車 坐火車啊 不是高鐵啊 美國也現在沒有 現在也沒有啊 對 所以事實上他的那個 等於是照顧家庭啊 然後呢 對他家庭 小孩的愧疚感 嗯 那以及 就是這個辛苦啊 其實是蠻受到大家的這個認可的 這個人 這是有傳奇心 嗯 這個這個人人格是不錯了 你是nice person 嗯 這個是一個蠻不錯的 個性也不錯的 嗯 那可是呢 這個他在 歷史上有一個在選副總統之前 嗯 嗯 當副總統之前在歷史上他有一個他自己的後來有點後悔 嗯 他那個時候強力支持去攻打伊拉克 嗯 嗯 在民主黨這一邊喔 美國那個時候已經進兵二零零一年就是攻進這個阿富汗 嗯 然後呢二零二到零三的時候呢小布希就是要去打伊拉克 嗯 為他爸爸復仇 說這裡有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 對 那鮑威爾還在聯合國安理會上面拿了一個後面後面證實是洗衣粉 說這就是這個我們找到的證據 哦 你不知道什麼東西 嗯 然後呢 這個他在民主黨這一邊 嗯 小布希是共和黨的嗎 強力支持 那所以後來才國會通過 就是進軍伊拉克 嗯 那到後面的時候他這個還在經常去伊拉克 嗯 還跟這個美軍呢 經常互動 吃飯 打氣 那到後面來發覺到這個伊拉克戰爭越走越 嗯 這個等於是脫軌了 完全不是他當初所想像這個樣子 嗯 開始拉拉開距離 所以這個小布希的這個領導出現問題 想要去等於是擺脫掉這個影響 我想這個都後來影響他2008的那個就是要本來出來競選 總統的這個機會 嗯 基本上是受了相當程度的這個影響 民主黨的那個時候很多人相信他 很多人接受他 那因為他過去在這個大法官的任命啊 以及他通過一些這個重要的反暴力法案上面 其實他在做參議員的時候呢 嗯 都表現不錯 他後來加入的主要都是這個外交委員會 嗯 也表現不錯 所以大家對他的信任感很高 就在這個伊拉克戰爭上面呢 使他這個受挫 嗯 那因此2008年也受了影響 不過還好 因為畢竟不是他在主政嗎 所以後來歐巴馬就把他拉為做副總統 搭檔 嗯 好 但呃美國 美國在 在二十一世紀的兩場的戰爭 不管是阿富汗戰爭或者是伊拉克戰爭 其實其實都都都是美國非常主觀的意識形態的操作 想要在阿富汗的建立一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想要讓阿富汗成立的成為一個民主化 可是阿富汗其實即使當時的神學是塔利班政權進到了進到了克布爾 可是坦白講阿富汗基本上就不是個國家他一直是個是個部落部落真政治社會 現代的現代國家體制啊對阿富汗來到現在為止仍然是非常不完整的 嗯那離開克布爾之後的基本上面的都還是不能說軍閥格局 他就是個部落真的政治 那中央政府在這地方的影響力非常非常小 你在伊拉克美國也是一樣也犯了非常嚴重錯誤就是主觀上面同時呢 帶著呢帶著呢國家的陰謀然後呢覺得的卡住了伊拉克之後呢就可以佔有了在整個中東地區的最核心的位置 因此找個理由的推翻海山海山的是伊拉克難得出現了可以把伊拉克各個族裔跟各個宗教黨派都搞定的 嗯一個人你你喜不喜歡他怎麼定位他的那個是西方宣傳 我是說他是唯一的一個嗯而且他還是遜尼派對在伊拉克伊拉克你要把你要把不同的教派他還不 不是只有只有只有就是說呢 這個這些呢伊斯蘭的這些呢這些的群眾而已還不是只有伊斯蘭的教派而已 非常非常富的庫德族等等他都能夠搞得定就是那個呢對伊拉克的穩定來來講的是非常重要就把他推翻了推翻了之後說到伊拉克建立一個呢民主國家國家 我我我我我記得李光李光曾經強烈的抨擊跟吵著嘲笑說你這樣子的你會有把中東的給搞爛掉今天回頭去看了還真的好那 反正拜登現在參選但他的他的對手大概就篤定是 呃現在看起來是不是齁因為這個呃川普特朗普這邊 因為他被起訴嗯所以反而這個紳士大仗哦那佛羅里達州那個州長德桑特斯還是在後面了也就是說大概兩個現在民調可能差將近不到20趴 我們不到20趴那很多啊可是他剛剛被起訴的時候差到38到48以上你知道嗎嗯所以呃有在接近了齁很難講我覺得看後來起訴的這個情況呃拜登呢 現在這個美國的第四次任六位任總統啊嗯你知道整個媒體說七個十個美國人裡面有七個人認為美國已經走錯方向了嗯不太支持他嗯中間很大的因素是因為他的年齡了嗯然後呢民主黨人呢有一半以上不希望是拜登出來選總統啊 那這個我也看到啦但是沒有人啊好然後他拜登現在的民調支持度呢只有41%不高不低哦但是呢跟前面一段時間比起來是低的嗯可是呢如果你就啊就是他能不能勝選的機會嗯哎多數民主黨人還看好他沒有別的選項了嗯沒有別的人沒有人啊對啊 對不對你民主黨人現在還有誰嗯呃真的沒有嗯想不出來哦也沒有人跳出來最重要是因此在這個民主黨內部似乎就只有他嗯那但是呢他在個人的因素上有很多的問題年齡也好健康也好嗯然後呢他的一些這個表現那也有人質疑嗯哦可是呢他在結構的因素上啊有三個優勢哦嗯有三個優勢 就是第一個是他的對手的對手啊如果是特朗普川普的話啊這個結構因素啊所有的就是到目前為止民調的這個對比啊哎這個拜登啊還是會略高於這個就是川普川普大概在民共和黨裡面是將近是七成的就是這個支持率認為說這個川普啊應該出來選總統然後呢再一次選總統然後七成的人呢反對嗯 嗯拜登所以這種兩黨之間的彼此的對立跟這種憎恨嗯哦越來越深刻這個很難很難去理解現在美國這種兩黨的兩極化哦對立性非常嚴重那第二個一個大的結構性的因素是什麼呢嗯這個比較是屬於法案面嗯知道他大概把一些移民啊嗯暴力啊哦或者是這個墮胎呀這些的問題啊今年他從去年為止到現在 都處理過了嗯當然處理的不好可是呢接下來的這個法案呢都是一些減採呀或者是比較開始要用錢的時候因為他之前提了三個法案嗯花了大筆的錢沒錯什麼的法案呢那個基礎建設法案嗯1.2兆美元嗯不過了現在開始要發錢了嗯晶片法案嗯晶片科學法案哎要開始發錢給科技業嗯哦以及給台積電跟三星呢第三個呢 是抑制通膨法案是抑制通膨法案這個要開始發錢給誰呢給這一些這個大的基礎建設給這些綠能給電動車跟汽車業嗯哎這些東西接下來這一年開始發錢的年然後呢他這個第三個這個優勢就是啊川普那個時候當選的時候啊其實是有很多鐵鏽州什麼鐵鏽州在五大湖四周的這些傳統工業區 以中下階層數名階層的白人為主老白男的對於就是過去的政府的不滿他在這裡得到了很多的這個支持川普嗯現在啊拜登在過去這個選舉當中啊把這個圍牆又圍起來了嗯密西根跟那個賓州這兩個州的那個州議會哦哎現在又民主黨取得多數嗯所以他把那個等於是 就是破洞了嗯給賭上了那這個東西會對將來的總統大選啊嗯會是一個關鍵因為就是幾個關鍵州了嗯你要問說加州會是誰勝你根本不要不要去想對不對你要問說這個德州會是誰勝嗯嗯有一點有一點哈德州跟佛羅里達州雖然是我們傳統的紅州啦不過他還是有變的可能啦對對對不像是加州的跟紐約這麼鐵美國的總統權力制度非常的特殊這個有一點不太正常我覺得越來越 越來越不太正常當兩黨越來越對立的時候這贏者全拿的嗯也就是把這個州的所有的這個候選人票都拿走其實是到後來會不斷的出現這贏的人結果在總得票數是比對手要少的嗯哦那這個是一個大的問題但是現在就是說那你就一個州一個州的來那個破洞的這個鐵鏽州他就把他補上嗯這是三大結構性對拜登對拜登有利的嗯也就是共和黨的弱嗯然後呢花錢開始了 啊以及這幾個重要的這個過去被川普打攻佔的這個州呢現在補回來嗯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你從結構來而言現在都看得到大概拜登的這個這個優勢哈呃可以延續嗯但一個最大的可能出現挑戰的另外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是什麼還是經濟嗯還是經濟美國現在雖然失業率不高哈但是他這個經濟通膨嗯還是不好是啊 還是不好那如果繼續的升息嗯哦然後呢你看今年美國的這個經濟增長可能都不到百分之一嗯呃整個大部分的亞洲國家中國大陸目前是五五點二嗯我覺得應該會超過五點二嗯當然現在不是在做中美對比哦而是在看美國自己如果不到百分之一的經濟增長也就經濟某種程度是這個停滯的那大家對於經濟的這種願景啊就會比較擔心嗯那這個時候呢就會出現 發現一些這個變數那至於說他兒子這個Hunter Biden被調查我覺得那都是比較其次的問題那個他大概過去幾十年來這個能夠抹掉的都抹掉了嗯我覺得所以呃目前看起來呃這個當然入死誰手還很難講啊嗯可是呢呃的確確拜登呢有可能在創紀錄嗯有可能我還是我都我個人啊但我還是我還是看好拜登看好民主黨呃這個在在2016年之後 那我看好川普勝勝選因為到後面的那個氣勢川普藥越來越強一定大多數台灣人一樣沒有我的道德道是我跟我跟我跟明明明明明明民進黨是一樣的還是話是怎麼可能那高高度的高度看好川普普好啊這在川普慎選我一直認為川普是對共和黨的詛咒呢短短短多藏空短時間之內的與共和黨沒有川普不會贏就一點就沒有 可是長期來看川普是共和黨的醉咎 他我把他把共和黨給定型化 而且讓 讓共和黨的在主流的勢力越來越激進 那你從我 我在我記得在2020年呢 我曾經分析過的在不不是 在不久之前的這個其中選舉 我曾經分析過 我說你把進到21世紀之後的美國政治 你做個簡單簡單分分析 其實 其實 Peace 以選民票來來來講 民主黨是一路贏的 永明剛提到的少數總統 少數總統都發生在共和黨身上 只有只有共和黨會出現少數總統就就是他的他的選舉人票贏了但是那選民票輸了小布希小布希也好川普也好都都一樣 那如果你這兩次換掉說如果你從選民票沒有錯你還看到了共和黨當選了兩位總統 民打拼 我如果你從選民票來來來看其實其實民主黨一路贏 而且他的他的基本盤越來越穩固這個是美國美國政治未來的未來的長線趨勢啊 族群票年輕票 女性票這三大 三大 如果對這兩個黨來講我沒有什麼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偏好啦我並不是什麼民主黨粉但是我說 看結構上面來講我認為的那個趨勢呢是很明顯的對 那包括之前其中選舉其中選舉原來大家都很很看壞 看壞民主黨 覺得民主黨兩院都可能輸最後呢 最後沒有啊他他的他參議院還還多多多多一席 然後他的他的眾議院也少輸而已啊 所以呢他總體的情況來講 每次到選舉的時候呢他把他的他的基本的價值觀呢再宣傳一遍再洗一遍的時候那些票都還是出來啊 沒錯 對 好來 來3700多的觀眾呢在我們的線上 來等一下你要你要談先談盧他也還是要先談盧還是要先談那個李協月 你剛剛講李協月啊 好OK 這個呢 還有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的深深故事 這個 今天可能沒有時間 你要不要 但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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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可以在記者會先談 下禮拜 你可以開記者會談 因為這個這個這個是個 結構性 結構性的而且而且你整理很好了 蠻嚴重的 你可以在你節目裡面談 嗯 8時41分51秒你說今天非得莫忘非得早餐 我是等下 咱們聽到朋友不管在哪裡 都跟大家說早安 現在的3800位的觀眾呢在我們的線上好看著大家呢 很關心了 盧撒野 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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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 我也很有很有很有想法 先談 好了好了 我們看一下盧撒野 他是駐做駐法大的大使 他是駐法全權大使 就把他的講話 如果他談法國 當然當然就代表著中國 可是問題盧撒野在媒體當中接受了訪問 我的那個問題 不是法國的 我問題 對 但不管怎麼講 現在 因為歐洲的政治節結構 也有點複雜 其實 歐洲在一戰 二戰 跟現在 歐洲的 不管是呢 正政治板塊啦 或者說呢 國 國家體系的變動 政治立場的變動 那個變化速度都很多 過去100年 歐洲仍然是一個一個在一個動盪的環境裡面 即使歐盟成立了之後呢 稍微稳下來一點 他開始進入到了一個結構 調整 好的 盧撒野 這一次的講話 所引發的風波 你怎麼看 我覺得盧撒野會接受法國的這位比較強硬的媒體人的訪問 這是一個外交的策略 跟設計 就是說他故意啊 故意的接受訪問 而且是北京這邊一定有所知曉 甚至同意的 因為他是在一個怎麼樣的這個背景呢 那是在馬克宏訪問 中國以後 然後呢 在飛機上接受 美國跟法國的媒體的訪問 強調 歐洲的戰略自主 以及對於台灣問題 的這種保持距離 那回到了法國之後呢 就招致來自於美國跟歐洲的媒體 一些議員的批判 冯德萊恩跟他一起去中國訪問的 就是歐盟的 執委會主席 後來 就 在歐洲議會當中 等於是點名批判他 雖然是 當然 任何歐洲國家都不會說我要跟中國的經濟這個做這個脫鉤 可是呢 對於所謂的戰略自主 以及對於台灣的議題 其實他們就開始在 吵這個東西 那 同時又發現到 我們等一下會也會談到的 隱形月 開始也在加碼 在談到 就是台海的議題 還不只是 後面後面還有小馬克思要去美國 和這個北韓一樣 就是影響這個 整個東亞的安全的議題 突然之間台灣議題開始的浮現 變成就是說國際媒體的這個操作 尤其是要針對馬克宏 的這個聲音 其實法德是 一致的 德國在這個立場上 以及 就是那個 歐洲的理事會的 尼謝爾 這麼說 歐洲越來越多領袖去支持戰略 自主 在這樣的氛圍上 盧沙也接受這個媒體訪問 其實是說 要把這個台灣的議題 從北京的角度 需要畫這個底線 要把這個底線強調 再強調 但是 所以他前面一大段 其實是談的這個問題 我們如果看他整個訪問的話 是談台灣議題 然後呢 再去談到克里米亞 主持人問他克里米亞 我是覺得盧沙也有一點 有一點畫舌天主了 並主持人沒有沒有問他就是說這個前蘇聯的加盟國 其實蘇聯加盟國多的了不只波羅的海三小國 十五個 對不對 中亞的現在上和會的許多的這個國家 事實上也都是前加盟 哈沙克 我是覺得他對這些問題其實 這個以一個外交官而言 我覺得還算 難得 怎麼說難得 他有一些了解 他有一些專研 他注意到的一些在學術上在法律上 跟在歷史上討論那個過程當中 的這些 這個意見 我打 結果他就蹦出來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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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長時間 對 因為他大概是 中國駐外的外交官 我覺得 我就 我覺得新聞性非常高的一個 對 不久之前台灣 台灣可能對他有點印象 因為 他在他在前一波的發言 言語法很激烈討論 也是有關台灣 那他 他認為呢 台灣的如果兩岸統一的之後呢 台灣人是需要再教育的 對 他用了再教育 盧沙也 這個人他不是 他他不是那種 西方仇佣式的外外交官 就是 只代表這個國家來來這地方走馬 看花 做的公關 他不是 盧沙也是受很嚴格的語文跟外交訓練的 我覺得他是你說他是從小就是一個職業外交官培養的 對不對 他從小學就開始學學學法語 他就在那 南京的外語學院 他學法語到中中學到高中 他都在 他一輩子呢 就就在呢 為為為 你可以說呢 為中法關係在做準備 盧沙也是這樣的背景啊 他甚至還很特別 他的外交體系裡面 他竟然還還還短暫的擔任過了武漢市的副副市長 是 這個很特別 在外交體系裡面 有了 有他們有這種部會裡面到地方上去做 對我 我不敢說 絕無絕無 僅有 但是呢 我說盧沙也的總結訓練很紮實 我每次聽他講話的時候啊 我 我覺得 我覺得 他 他竟然都是 時問時打 對 這個是讓讓我覺得有點驚訝 告訴 外交官 你為什麼我就打什麼 外外外外交官 但是他還加了一兩句 外外交官 通常為為了避免麻麻煩 那大部分都 關鍵的時刻 時問虛打 一句話就繞過去了 有有很多的就是說 外外交辭令 外交辭令 外交辭令 就這都是外交官 可是 盧沙也 不是 盧沙也碰到那種在 戳他的 就是明明就是要從你嘴裡面的戳出話來的 他經常都是 時問時時打 所以他就常常把自己的推在那些輿論的風口浪尖上面 那 他住法國 不要說過去的 住加拿大 他住法國的時候呢 其實跟法國外交部進出法國外交部已經很平凡了 那法國當地的輿論 議員 在KK他 老實講又不是第1次 可是他這次還是上了 所以我就覺得有點有點 驚訝 所以 我我基本上相信 有名叫 盧沙也過去在法國 其實他很很懂法國 你千萬不要以為他 他的語言各方面 沒有 他非常懂 好那 在這麽懂法國的情況之下在眼前 我覺得他的講話對我們我們昨天有稍微溝通一下我認為就是因為 因為馬克龍的戰略戰略自主的講法之後其實他昨天是在呼應這樣的假講 也在也在鞏固馬克龍的講法他其實是在 是在幫馬克龍的說法進一步的做鋪墊也表達了中國對馬克龍的講法的某種的支持 但是那個我問題 真的很複雜 但是他一講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那八十個歐洲議會的議員我先把他算了一下 你知道歐洲議會的議員最多的德國德國一個國家就有九九十六個歐洲議會的議員 可是呢其他的幾個小國家 但是你如果把波蘭 立陶宛加愛沙尼亞加拉脫爾加起來 大概就八十個我算大概就是這些的國家 可是那你歐洲議會在反應什麼呢 歐洲議會啊 他跟法國還真有點關係 因為歐盟理事會 那歐盟的高高峰會 他是在比利時 在布魯塞爾 可是歐洲議會 是在史特拉斯堡開開會 所以 歐洲議會的議員 他們算全歐洲 可是呢 他們都會認為呢 他們開會的地點在法國 所以你在法國 講話了之後呢 對他們來講 有地理上的親親近感 不知道你說這個這個講話難道不對嗎 身份不對 場合不對 OK 內容我覺得是可以辯論 可以討論 可以討論 如果真的回到那段歷史 其實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獨聯體 也就是 後來 他們就宣布 其實在中亞 應該是哈薩克吧 十一個那個時候的前蘇聯加盟國 在哈薩克 應該是1999 1993年的時候 那就宣布了一個聲明 這個聲明就 宣布說蘇聯瓦解 他們就各自 這個獨立 而且建立彼此的關係 那那個時候 烏克蘭都有 以所謂的 這個不是正式的成員國 但是這個相關的國家 的這種角度 角度 加入 一直到2014年 那所以 並沒有也許 這樣子的一個 條約 不過 這種外交承認 也就是說 他來自於國家的這個承認 他來自於聯合國後國際機構的這樣子一個認可 那其實 也就是說你在國家的這個定位上面 人民土地治理能力以及外交承認 那這個外交承認的這個東西呢 並不一定說要有一個什麼國際的條約 但是又有人認為說這個缺乏當時這樣子一個認知 所以呢就有這種討論 你知道嗎 就有這種討論 但是 北京的第一時間也跟這些國家建立邦交了 對不對 對 所以一個中國的外交官而言的話 他可以去注意到這些這個討論 不同的意見 那我覺得只是在那個場合提出來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被人家有點 就是說抓到辮子 你是不是代表這個中方的立場 所以 北京外交部開始也在做這個所謂淡化處理 對啊 說這是他個人意見 然後呢 說這個 支持這些國家的主權獨立 當然 他們第一時間跟他們建立邦交 那昨天 馬克馬克宏自己也跳出來講話了 也批這個魯沙也 說有關於這個前 蘇聯前加盟國的這個講話是不對的 馬克宏一定要講話 他說歐洲的大哥 好 我跟你講 那個主持人的 就是說態度 立場 真的是 不只是尖銳 甚至是偏頗的 帶有的這種 就是 西方跟中國的價值對立的這樣子的一種態度 那這種方式呢 我覺得其實變成一種西方 現在普遍在看待 過去是看待亞洲 現在是 就是專注這個中國 的這樣子一個立場出發 那因此看到你任何的這種發言 好像不符合西方的這種價值跟認知的時候呢 他就覺得 你果然就站在我的這個對立面 是就是跟我們不一樣的 那不斷的這種強化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發言是又再一次的這個 強化 就我們不管他是不是正確 是不是要可以 值得討論的話 但這個發言 對於西方的媒體對歐洲呢 似乎他們等於是撿到寶一樣 好 那這個等於是強化了一些他們的這個認知 因此後來 的影響會是什麼呢 六月份的新的 那個歐洲歐盟的對中戰略 我覺得這個會受到影響 就是 我想中國中國之水在 在外交動作上面做了一些緩和 北京的外外交部並不是去 否定 盧的盧沙也 或者說呢 或者說呢 在在在 在 好像在修修里盧沙也沒有 但是他做了一些緩和 因為 盧沙也的講話 那個提問盧沙也是不可能在那個訪談當中講講清楚的 那裡面有一些盧沙也認知並沒有並沒有錯 但是也有一些的後面的形式上面的轉變 那個呢 就獨聯體的幾個國家 跟俄羅斯相比來講 大家能從不同的立場去看同件事事情 那就是呢 一塊硬幣的兩面你都看到不同的圖案 那在過去呢 在蘇聯瓦解的時候 我不要說一九一九九一年的那個叫做叫叫做別別落委委日的那個的協議 那那個的那個是俄羅斯跟白俄羅斯跟跟了烏克蘭三國的打達成的協議因為這這都是聯合國的成員國三國協議呢等於是大家的各自的就獨立了 他導致了呢整個的蘇聯的瓦解 之後呢又格格不到呢一個月的時間就有阿拉木圖宣言阿拉木圖宣言那阿拉木圖宣言之後剩下的呢 十一個十一個國家的就全面的就都都都都脫離了那這兩份的這兩份的協議呢跟宣言 就是呢整個的蘇聯從無道有跨十一個時時區的一個一個大的帝國的瓦解 但是 跟 當下的 烏克蘭有關的 就是了布達佩斯的備忘錄 那這布達佩斯的備忘錄呢那個也很也很複雜 老實講布達佩斯備忘錄裡面 俄羅斯是在裏裏面的白俄羅斯呢是在裏 裡面的甚至於呢連連中亞哈薩克的都在裏面 大家簽字的那個六項保證保證了那烏克蘭的本身的政治地位 以及接下去如果跟俄羅斯的發生衝突的時候的規範不能用核武器 可是這個 這個布達佩斯的 備忘錄 其實因為後來發生了2014年的政變 對 那個政變 以及烏克蘭 開始呢開始要脫脫離 是烏克蘭的動作呢 已經開始呢脫離了布達佩斯的備忘錄 所以俄羅斯基本上面把這些都抹掉了 所以我看到你政變了之後呢我就把呢 克里比亞給沒收了 到底誰違反了這些的文件 跟這幾個國家過去的幾項的協議啦 宣言啦 備忘錄定 定義 我說實在大家各有立場 好吧但是呢 盧莎也的講話 就給他們柴火 盧莎講話 不是內容對錯的問題 而是政治不正確 眼前 今天 中國在乎的 是我跟中歐之間的關係 我跟中法之間的關係 可是盧莎也的講話 讓這些的媒體 就很興奮啦 就開始 好那 中國能收拾 這樣的一個一個短 時間因為盧莎也講話呢 所引發的中歐拉中中法之間的亂局嗎 我覺得問題不大 畢竟因為第一個已經做澄清做降溫 甚至某種程度有一點小切割了哈 也就是他個人的言論 但沒有否認或沒有去 這個 就是說質疑說他講的不對 那已經在做是這樣子的這種危機管控 那又如何呢 其實最後你中歐的關係還要回還是要回到現實嗎 還是要回到實力嗎 還是要回到 就是說經濟跟這個安全面 那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 美國要去上下起手把這個問題擴大 也不是很容易的 歐洲要去把它擴大 也不是 也就擴大超越 只是單純的媒體的 這個 就是說在這邊吵 然後呢 議員在這邊 不斷批判 我覺得要把它變成實質上的這個影響 其實已經中國在做危機管控 對我覺得盧沙有機會 會因獲得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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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 有機會